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iTunes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ow much do I lift, how much blood, in one man's chance Hello,大家好,这里是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我是大狗熊 狗熊有话说这个节目,我觉得现在都可以改名为狗熊叔叔,狗熊说叔之类的节目了 因为基本上都在介绍一些我近期读过的书,心得和感受 但我觉得这个形式也挺不错的,因为更多我目前阅读的书呢,主要以英文为主 那么可能很多书对于大家来说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并不能够了解到 那么也许通过我推荐的这些书的内容呢,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的一些 就是更匡泛的一些了解世界的好书的一些机会 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很有帮助 因为通过一个简单的快速的回顾 那么可以让我对自己阅读的书的内容呢,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所以呢,估计这也会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主要的一个内容 狗熊有话说的播客呢,可能会很大篇幅呢,会以这些好书的推荐为主 当然也会有其他的什么软件之类的,以后再说了 那目前来说可能还是讲书会更容易实践一点 那么今天要推荐这本书叫做Keep Going,保持前进 听起来很像一本心灵鸡汤 那么它实际的内容啊,可以说是一个很有艺术感和创意的心灵鸡汤 那么还是有点鸡汤 但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呢 其实很多鸡汤呢,都蕴含着一些简单但是朴素的原则或者是真理 那么就看我们怎么去看待它了 那么今天这本书呢,也包含了一些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那么它的书名呢,原名叫做Keep Going, Ten Ways to Stay Creative in Good Times and Bad 那么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保持前进 十种方法让你保持创意 不管是在好的时候还是在坏的时候 可以说是在巅峰和低谷的时候都保持创意的十种办法吧 那么听起来也很鸡汤啊 那么它的作者叫做Austin Clean 那么Austin Clean呢,按照他自己在官网上的介绍 是He is a writer who draws 那么就是是一个会画画的作家 那么他写过很多本书啊 Keep Going是最新的一本 还有一本叫做Show Your Work 那么还有另外的一本叫做Still Like an Artist 就像艺术家一样去偷窃啊 去剽窃 那么Still Like an Artist呢 是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榜的这个榜上有名的一部一部著作 那么在Still Like an Artist里面 他也提出来了一些原则 其中有一条原则就叫做 write the book you want to read 写你自己想要去阅读的一本书 那么这也是今天推荐的这本Keep Going这本书的诞生的一个起源 那么他在Keep Going的开篇就说 这本书是我为了让自己读而写下来的十个原则 简单说一下这本书 它其实是关于 怎么说呢 就是关于如何作为创意工作者 作为知识工作者 如何保持创作的激情和持续不断的灵感 那么哪怕是在你的这个职业生涯有低谷 或者是有巅峰的时候 你都保持一个尽量平稳的一个节奏 那么这个话题呢 可能很多现代的就是从事有创意性质的工作的人呢 都会比较关注 比如说像写文章的人 对吧 画家 这个内容生产者 这些都会觉得这个话题呢 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 他提出来了十条原则 我就不一一罗列他的这十条原则了 因为这样罗列起来 你听起来会很无聊 先简单说一下这本书的结构 这本书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 英语基础不太好的人去阅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首先他运用了非常简单的这个语言 就是词汇都是很简单的词 然后呢 句型也不复杂 讲的东西呢 也也不是那种专业领域很强 都是一些大家日常生活中会看到的一些 会经历的一些案例 然后的一些心得和感受 那么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他说到这个创意工作的自己的感受 就是创意的生活 我创意的工作就不是线性的 他不是一条直线从A到B 而是更多像一个循环 或者是像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过程 当然也可能是螺旋下降 不论你是从全新的 无论你是做什么样的一个项目 往往都是会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 不管你之前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功 也不论你之前获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你都永远不会到达那个到达的终点 那么这句话听起来当然很鸡汤 但我要说的就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说 他是非常容易去理解和去读懂的 那么所以这本书很适合这个 用来作为英语学习的一个 英语练习的一个基本教材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里面有大量的插图和艺术插画涂鸦 那么就像这个作者的介绍 Oliver Austin 他本人是一个会画画的作家 那么他也把自己认为是一位艺术家 那么他绘制的这些涂鸦漫画 还有一些用用这个旧书涂出来的一些涂鸦 都非常有创意 在这本书里大家会看到 比如说他讲用文章写一段话 那么可能这段话里面包含的一个意义 或者说包含的一个一个哲理呢 他会找一本旧的书 然后把这本书里面挑出那么几个几个词 然后把其他的内容全部涂黑 那么你在读的时候就会 那几个没有被涂黑的词就会全部亮起来 那么感觉就非常的怎么说 就非常的 就是有启发性 或者说你的眼睛会不由自主的为之一亮 这也算是一种艺术创作 比如说他会在那个书里面 比如提出其中的几个词 The world is a small town 那么都在不同的行 也在不同的列 但是当把其他所有内容全部涂黑以后 这几个字就全部跳起来了 你就可以念起来 The world is a small town 那么世界是一个小村庄 那么其实刚好可能他书中的那一段话 也是这句哲理 或者说这句总结的一个延伸 那么这种读起来就非常的好玩 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 他作为一个写文章也画画的人 当然会经历这个创作的不同的阶段 那么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 他的这些原则听起来都是非常的鸡汤 但如果每一条你仔细去想的话 也许在你进行内容创作和创意生产的过程中 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 比如说刚刚我说的这一条 就是刚刚念的那段话 就创作不是线性的 而是一个螺旋的一个状态 你可能会经常有从头开始的感觉 但这往往是一个常态 那么也就是说真正的做创作的人呢 每写一篇文章 每画一幅画 其实真的是一个新的开始 不管你以前积累了多少 可能在这个状态中呢 你又重新开始 你拥有的呢 往往是以前的一些经验 和一些这个积累下的一些技能 但很多时候呢 没有其他的实质性的 能够有用的一些所谓资源 那么往往在这个过程中 你又重新开始 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说 每写一篇新的文章 那么你都要重新去思考 重新去命题去布局 对吧 每一次都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但每一次写完以后呢 就像就是完成了一个项目 那么那种带来的喜悦和感受呢 每一次也都会是新鲜的 所以这是一个循环上升的一个过程 那么听起来好像是很朴素的一句话 但是也包含了其中的一些 就是值得我们去体会和感受的一些道理 那么书里十条句子 我就十个建议 我就不一一展开了 提出几条来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和大家分享吧 其中一个叫做 disconnected from the world to connect with yourself 也就是与世界失去联系之后呢 你才能与自己去联系 这句话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也发过 其实就是来源于这本书 disconnected from the world to connect with yourself 那么在这个时代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每个人都会有一种 叫the feel of missing out 就是失去 怎么说呢 感觉自己没有 接触充分的信息的那种恐惧 就是被担心被落下 被抛弃的恐惧 那么这种恐惧其实是一种 一种很普遍的一个情绪 举个例子 最近乐队的夏天 这个节目非常的火 那么全部的人都在讨论它 社交媒体也在讨论它 你的朋友圈也在讨论它 大家互相见面聊天 也都在讨论它 但万一你没有时间 或者你并不是那么太关心 这个太喜欢音乐 也许你就没有去看这部 这个综艺节目 然后大家都在讨论 可能你就会觉得 哇 那是不是我out了 我落后了 那么就会有那种焦虑 就会有那种恐慌 好像大家都在谈论 你没有去经历 你没有去做 就有一种恐惧 这就是现在流行的 或者说普遍的一个情况 FOMO FOMO The feel of missing out 那么其实换个角度 如果你真的去 天天去刷这些社交媒体 刷这些 这些这个feet 刷这些信息流的话 你真的能够很愉悦 或者很开心吗 不一定 也许这个状态 只是一个下意识的行为 所以也许这个失联的状态 就是失去与他们联系的状态 可能是一种开心的一个状态 但前提是 你要自己要经历 The joy of missing out 所以我端每本书呢 很多情况下都会给自己 列一个行动的清单 就端这本书之后 我可以去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习惯 大家也可以去借鉴一下 那么我在读完 Keep it going 这本书之后呢 就给自己列了一个 首先其中一条 就disconnected from social media try at least one month 就是你可以把自己 从社交网络中 有意识的去切断 那么可能去试一下 一周三十天 或者更长的时间 我自己呢 曾经试过 停止使用朋友圈 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一个月之后呢 其实自己的感受 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感受 当然现在我又回去使用朋友圈了 但也许我的这个 对他的认知和对他的依赖呢 远远没有 就停止戒断 那一个月的之前 那么强烈 那么那么习惯 所以这个建议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实际去用一下 那么如果你是做内容生产的人呢 也试着把自己的这个 把自己从这个社交网络中切断 当然如果你是做什么 新媒体运营啊 这样的生活和 就是工作本身就和这个联系在一起的话 那就当我没说 那么下一个建议呢 叫做create a routine and your bliss station 怎么理解啊 这句话是 就是创造一个 一个这个例行的习惯 例行的仪式 然后呢 给自己打造一个 一个独处的一个空间 那么bleed station呢 在他的这本书里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狭小 很拥挤 但是能够让自己的思维 去沉淀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可以是你的餐厅的桌子 可以是家里的一个一个角落 也可以是自己工作室的一张桌子 或者是一个一个公园的一个椅子 但是就是是一个固定的地方 而且呢 最好是能够像一个监狱一样 或者说是一个狭小的空间 把你的身体禁锢在那里 那么也许你的思维的模式呢 就会被就会被释放 同时呢 也尽量选择一些固定的时间 固定的仪式来开始你的你的创作 那么比如说像作家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写作的人 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习惯 比如说听某些音乐 或者是这个以前的作家抽一根烟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开始自己的创作 那么不管自己的状态是高峰还是低谷 那么都保持这样的一个仪式 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灵感很足 那么会一直在写东西 就是这个用那句话就做什么如泉涌 我现在就是一个低谷的状态 这句话都想不起来了 那么也有的一些状态就是那种脑中一片空白 什么都想不起来 但一样的你就保持这个固定的仪式 然后这种状态呢 也许会给你带来一些长期来说是一定能够让你有一个持续去创作的一个动力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自己呢是有啊 就是坐飞机的时候生产力特别高 就是在坐飞机的那个一两个小时呢 能够读很多读书也能读很多的这个比较比较这个复杂和难一点的书 然后呢有的时候如果在飞机上这个写东西啊 这个效率也非常高 那么这其实是一种被空间束缚 可能你的思维呢反而还会被释放 所以create a routine and your bleed station 然后第三个呢 他的这个在书里面我学到一个可以去做的一个行为呢 就是focus on the verb not the noun 就是关注动词注意力集中在动作上 而不是集中在名词上 其实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 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因为我们经常会给自己贴标签 比如说我是一个博客作者 我是一个内容创作者 我是一个厨师 我是一个画家 那么这些都是名词对吧 但其实如果你关注的是动作 也就是说我喜欢我画画 我写文章 我平时喜欢写文章 我平时喜欢做菜 喜欢做饭 那么其实这些动作本身呢 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更纯粹的一些乐趣 或者说它的意义会显得更加纯粹一些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会给自己贴这种 你是某某的这种名词的标签呢 也可能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 就是当你在某方面比较擅长的时候 社会给你的一个正向的反馈 比如说别人给你的称赞 就是你可以用它来做自己的一个事业 或者你可以用它来赚钱 或者你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你做菜做得好 别人给你的赞赏是 哇 你这个可以开一个餐厅了 或者是你炒的 你做的这个菜赶得上一个厨师了 但大家晚晚没有关注到 或者是不是那么太关注到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那些乐趣 获得的喜悦 其实这往往是因为我们应该更去关注的一点 所以也许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的这个生活中 多去注意一些动作 多去注意一些动词 而不要去关注名词呢 会获得更多的快乐 和更持续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能力 那么对 下面一句话我学到的一点 或者说我从读书的时候总结出来一点 叫做 narrow your attention but broaden your perspective 怎么去理解 就是缩窄你的注意力的范围 但是扩大你的看待事物的视角 我们现在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 如果你想改变你的生活呢 其实要先改变的是你对什么东西 你在关注什么东西 其实这句话 我以前在讲其他的书的时候讲了很多遍了 就是我们现在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那么很多时候要做这种注意力管理和精力管理 那么精力管理 我曾经专门说过一期节目 每个人一天的精力是有限的 同时其实注意力当然更是有限的 比如说每天你只能集中 100分钟的时间 把注意力集中在 把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那么如果这100分钟你刷了50分钟的 这个朋友圈 刷了25分钟的微博 那么可能你只剩25分钟 能还能够用的这个注意力的这个资源 可以用在可以用在其他的事情上 那么也就是说它是它是一个它是一个资源 那么如果你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注意力 或者说有意识的去管理自己的注意力的话呢 那么也许你的注意力和你的价值和你的目标呢 能够更好的吻合 这样的话能够带来更大的一个创作的可能性 或者说能带来更长久的这个生产力的提升和效率的提升 那么这一点呢是注意力 那么其次呢是拓展自己的这个perspective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其实最近我觉得目前一个社会的热点事件 我们就能感受得到 就是香港的这个骚乱 那么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可以看到这个国内的媒体 或者说我们从其中一个渠道 比如说微博这个渠道 你不会看到这个我现在不去评判这件事 谁对谁错啊 就是只说一个现象 在国内的这个渠道里面 你看不到那些国外渠道会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我在推特上看到的这个关于香港骚乱的这个信息呢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这个 就是国外媒体会关注的那些话题 比如说针对这个学生 针对这个没有武装的这个青年进行的所谓镇压 但是在国内媒体呢 你会看到另外的一面 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 没有武装的这些群体呢 反过来又以对于一些另外的这个群体的施加暴力 那么究竟谁对谁错 我觉得如果你只看其中的一面 很难得出一个更加接近现实际真实情况的一个结论 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都看一看都了解一下 然后呢最后再下你的结论 其实这句话呢 了不起的盖茨比 菲茨吉拉德 就是了不起盖茨比的作者 菲茨吉拉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那些有着第一等的这个智慧的人 就是能够拥有两种相反的这个价值观 或者是两种相反的这个观点 在同一时间在脑海里面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那么而且同时能够保持一个行动的一个能力 那比如说啊 他可能有的人呢 可能能够看到这个事情是完全没有希望 但同时呢 还还能够保持自己去去进行这种行动的这种这种能力 那么这就是最有大智慧的人 那么这句话其实我觉得也适合我们现在多去多去体会和感受 也就是如果你看问题是那么的单一和极端 那么也许说明你还需要有很大程度上的这个继续的修炼和磨炼 OK 然后下面一句我说我学会到的一点叫做 Intentionally cultivate your mass 或者说manage your mass 这句话其实是跟我们现在的一个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有关 就是现在的社会和现在的世界信息已经不是丰富而是过剩 然后选择物质上的东西呢也过多的选择 那么信息呢也是同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普通的人接受不了这种能力 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原始时代慢慢进化的人类啊 其实很难适应这种物资过剩信息过剩的这个时代 那么所以前几年断舍离会那么流行 然后这几年像那个怦然心动的整理术对吧 这些整理收纳呀扔东西呀极简主义呀都那么流行 其实都是一种需求 就是我们需要时候变得更简单的一种反馈 但这里这个Austin他提出来了一个相反的观点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 第一你无法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化 因为世界真实的样子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么你不可能说贴一张简单的标签就OK了 那么很多时候你把事物变得过于简化呢 也是我们去理解世界一种方式 但这并不是世界的真实 所以这种复杂和这个繁琐繁杂 其实是可能是更接近真相的一个一个特点 还有呢就是说作为艺术创作者 那么如果你创作的这种素材 是丰富的 你更有可能去创作出好的作品 什么东西要简单呢 你创作的工具可以是简单的 或者说你的进行创作这个流程呢 可以是简单的 所以他在书里面其中有一句话说的非常有意思 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 要保持工具的简洁和你创作素材的 分繁素杂 那么这一点其实和我之前的一些人身体会不谋而合 那么比如说 很简单啊 如果你是一个足不出户 不怎么阅读 不怎么看电影 看书 没有去国外生活和不同价值观碰撞 没有什么生活故事可以讲的一个一个人 但你有最好的这个创作的工具 比如说你有最好的电脑 你有最好的这个这个电子绘图板 你有什么什么什么VR手套之类的 有用吗 你真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吗 这个答案大家都知道 不会的 但相反的 如果你有一个丰富的这个人生的阅历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故事素材 你去过很多地方 见过数以千计的人和他们聊过 听过他们的人生故事 然后经历过不同的文化的冲撞 在不同的国家旅行或者居住过 然后品尝过不同的食物等等等等 如果你有那么丰富的人生的经历 那么给你一支铅笔 给你一张普通的白纸 也许你能创作出完全就是 与众不同 截然不同 能够打动人心的这种作品 不管是文字还是音乐 还是还是绘画 所以这就是艺术创作的一个诀窍 保持工具的简洁 但是保持素材的纷繁 然后最后时间有限 最后给大家讲其中的在书里提到的一个故事 作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一个收尾吧 在keep going这本书里最后讲的一个故事 是发生在二战时期的 二战时期呢 在德国有一个园丁 我们就暂时叫他这个约翰吧 John 那么约翰呢 他的工作是这个赵干花园 当时呢 他并不认同希特勒的观点 那么 但在德国你不可能明目张胆 你去反对他 他的太太也不认同 所以他们经常会被迫去看一些这个关于这个纳粹的希特勒的一些这个演讲啊什么 因为你必须要跟领袖当时的元首保持这种政治上的同步 但约翰他就非常抵触 那么有一天呢 约翰在园丁里面 在这个花园里面工作 因为这是他也特别就是获得心灵放松的一个状态 然后他他的太太呢 就就说约翰约翰你赶紧来 现在这个希特勒又在发表新的演讲了 元首也在发表新的演讲了 我们必须跟上啊 必须去听 在广播里面听 约翰就特别气 就是特别的啊 就是就发火了 就说我我不来 他就对这个他的太太 就是大声的叫 就是我 我不会来的 我现在在种这个千牛花 然后呢 这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事 当希特勒 哪怕哪怕这个元首希特勒死掉了 我的千牛花 我的千牛花还会盛开的 所以这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事情 二十多年后 希特勒死去 或者说这个纳粹已经失败了 希特勒死去了 二十多年 那么 John约翰他种的千牛花呢 一样还在院子里面 持续的盛开 所以这个故事 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就是多去关注那些 不受时间影响的 能够屹立在时间之流中的一些东西 不管是艺术的创作 还是一些价值 或者是值得关注的人 那么那些潮流来来往往的东西呢 可能很短的时间就会消失了 但如果你有一定的智慧的话 去关注那些真正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事物 也许那些在时间的潮流中不去变化的事物呢 才是我们应该去创作和放置自己注意力的东西 OK 感谢你收听这期狗熊有话说的播客 那么 如果你对这期节目喜欢或者有感 有一定的感想体会呢 欢迎通过各种方式和互动 可以在微信 狗熊有话说的微信公众号和我留言 或者在微博上和我互动 爱大狗熊是我的微博的账号 也欢迎大家通过邮件 Bear at Beartalking.com和我互动 接下来呢 会用英文的形式分享一下 这本书的概要和感受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OK 那么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Hello guys This is the Beartalk Podcast hosted by Beartalking.com Today I'm going to share another book which I just finished last month It is quite a small book but with big wisdom The name of the book is Keep Going written by Austin Kleon It's about some principles for you to stay creative no matter in good times or in bad times So for me this book provides some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creative work such as writing or drawing or photographing or other things but these principles are universal to all kinds of creative works and for me it's more like a learning experience or reflect experience to see that someone also has this similar feeling as me right so this book what I say is it's a small book because it's only with 200 page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sketches and drawings in in this book so it's quite easy to read and you only spend probably two or three hours to read the whole book and but I said it's with big wisdom yeah so there are ten principles in the book which are all the things Austin learned during his writing and drawing journey these principles such as for example disconnect from the world to connect with yourself and other other principles they are so easy so simple to understand but not easy to practice so as anyone who has a few years of creative experience will learn that what Austin said the creative life is not a linear journey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it's more like a loop or spiral journey so yeah it's every day every time when you start a project every time you start to create something it's a brand new experience for you so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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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f you creative but sometimes you just don't feel you have the you have the energy or you have the inspiration to create things but Austin he suggested you can also create a ritual or create a routine and get yourself a special place like a police station what I what he mean is like small personal space allowed you to be there and do your own thinking and create and also he mentioned that try to disconnect from the world especially from social media or other other online stuff which is good to shut down the noise environment for you so that you can fully focus on producing things and for online artists or online content creators it will be great for you to to let go of the numbers for even just for a while just don't pay your attention on the followers page views yeah things like that but only focus on quality interaction with real people for example a lot of great stories are created by authors they at that time they are not intend to create a great masterpiece but they just want to share their story with some people they love for example uh jr talking he created the hobbit story for his son for his kids so he can share bedtime story with them things like that will become universal because uh that in that scenario he will devote all his inspiration all his creative in the story he's creating so yeah this is one uh uh like one of the one of the 10 tips uh which provided by austin and for me he also mentioned uh something that i really think is valuable things like intentionally cultivate your mass it's like an artist should keep his tool simple simple but should keep his angry ingredient rich and mass because that's the that's the truth that's the true face of the world right the world is really complex and it's not easy to to the label on the world so the world is incredible full of mass and you just embrace it but keep your tool simple so that you can create something amazing right and the last thing i really think is valuable from this book is care about timeless things so uh austin he shared a great story at last in in this book like um it was uh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and gardener um he a gardener who lives in german germany he didn't uh support hitler but he cannot see that right but he uh he can only um keep it in silence but uh and also because they are uh living in germany they they are forced to uh to pay attention on what is going on uh in the political and also when hitler give a speech they need to listen that but he doesn't uh he didn't feel happy about doing that so one day um when he was working in in the garden his wife called him like john or his name like calling his name that hitler is giving another new speech so you you uh maybe you you'd better come back and listen with me together so at that time he felt very angry and she just shout i shall not came i shall not come i'm planning iris and they will be flowering long after hitler is dead and after and yes what he uh what he said is right hitler died 27 years later the the iris is still blooming so for us like if you want to create something try pay your attention on the timeless things or the timeless value pay your attention on the people or on things that doesn't like trends but more like a timeless value and that will be very helpful or that will be fundamentally change your mindset of creating things yeah this is what i've learned from this book keep going and it is really an interesting book to read so and also it's quite good for medium um for immediate uh english level readers to to practice because the language is really simple in this length in this book and also it's quite small so easy to finish i recommend that if you want to learn something if you want to um improving your english by reading uh books this will be one of my recommendations okay cheers hope you like it guys and i will see you in another episode bye how much do you think how many tears do i have to drink how much do i have left how much blood in one man's chest darling will you let me call you darling will you let me call you darling please darlin when will you let me call you darlin it's what i need how much do you want does it depend does it depend what i got how much how much longer can this go if i'm not sure that you don't know and you don't know darlin will you let me call you darlin when will you let me call you darlin when will you let me call you darlin darlin will you let me call you darlin will you let me call you darlin when will you let me call you darlin is what i need da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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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just out here ringing will you let me call you darlin darlin am i supposed to prove myself if you won't let me prove myself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